古往今来 由于用才失败的 百分之八九十 由于用得而失败的 只有百分之二三十 为什么 因为品德修养的人 他会怕人家对他议论 他会自己好好的 约束他自己 但是有才能的人 经常过于自信 过于看重自己的人力 所以大家对他的诽谤 对他的议论越来越多 他连处理都没有办法处理 有才能的人 最后是失以才能 自古以来 不论中外 经以刀枪者 失以刀枪 经以游泳者 失以水 经以管理的人 也经常会失以管理 为什么 因为他把管理看得太万人了 其实管理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真正的关键还是 那个主持人的品德 凡是百年的老店 他都跟德性有关系 跟技术跟管理 跟技术跟管理的关系 恍而没有那么大 只是一般人 他不知道什么叫德性 他也看不起德性 所以才会 非常非常的重视 管理跟技术跟设备 你真的好好地想这些问题 你真的好好地想这些问题 谢谢 感谢观看